大家好,欢迎光临大鱼食堂 今天我们来做个免烤的蓝莓芝士蛋糕 顺便分享一下如何把一个翻车的蛋糕做成可爱的样子 一包奥利奥 把中间的奶油糖霜刮掉 你可以用消化饼 但我觉得奥利奥的颜色和蓝莓比较大 有时间的话你也可以自己烤一个蛋糕底 用擀面杖把饼干压碎 50克黄油 加热融化后跟饼干碎拌匀 然后铺在慕斯圈底部 压紧 我这次是调了一个16厘米的直径 冷冻一个小时 5片吉利丁片 凉水浸泡备用 马斯卡彭奶酪350克 你也可以用其他的奶油奶酪 糖50克 糖50克 原味酸奶60克 准备一锅热水 把奶酪隔热水搅拌 加热水搅拌 加热水搅拌匀 再加10克柠檬汁调整口感 200克奶油 用搅拌器打至5-6分发 搅拌头划过有纹路就可以了 千万别打过了 否则慕斯的口感会比较粗糙 蓝莓果酱50克 加奶油或者水稀释一下 好 过筛 把奶酪糊倒进打好的奶油 然后把整个盆放在温水里保温 抛软的吉利丁挤掉水分 放进微波炉加热10秒 或者隔水融化 这段的视频给拍漏了 把化开的液体倒进奶酪糊拌匀 奶酪糊不能太凉 否则吉利丁下去就凝固了 慕斯叶分成两份 其中一份加入蓝莓酱拌匀 先倒一层白色的 再来一层紫色的 看起来还不错 继续倒白色的 结果竟然融合了 你看网上很多大V的视频 无论是Amanda或者是Cooking Tree 都是轻轻松松就能完成建层的 可是他们没有告诉你 要在什么样的状态下倒入慕斯壶 才可以达到这样的效果 表面气泡用竹签戳破 我琢磨了一下 慕斯壶注入的时间点 应该是在上一层稍有凝固的时候 倒得太早了会融合 而倒太晚了就只能浮在上层 以后再试一次跟大家分享 蛋糕冷藏3个小时以上 作为颜值控 这个蛋糕是不可格的 为了补救 我决定在表面再加一层果冻 两片吉利丁泡软 60克蓝莓酱加150克热水混合 过筛 加入吉利丁 搅匀 用更细的筛子再过筛一次 稍微放凉后倒入慕斯表面 放冰箱冷藏3个小时 至完全凝固 做点奶酪球来做装饰 表花袋里放点奶酪 在模具里挤上十几个小球 冷冻三个小时 蛋糕取出来 表面光滑如镜 吹弹可破 用热毛巾给慕斯圈做个热敷 慢慢脱模 表面放上蓝莓和奶酪球做装饰 加上两片刚采摘的薄荷叶 瞬间变美 有没有 非常期待内部的层次 切开看看 每切一刀都要把刀擦干净 还要把刀子做装饰 了 放入热毛巾 再让一刀子 先把刀子做装饰 让开架子做装饰 清爽的配色,给炎炎夏日带来一丝清凉 入口即化的慕斯,恰到好处的口感 谁会说这是一个不成功的蛋糕呢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